茶友好,我是玉秀阁茶谈的老王 今天咱们接着上次的话题 讲一下青花主人碑的一些事 上一次跟大家聊了一些青花主人碑的基础的一些概念 还有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下 在选青花主人碑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两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有一些朋友在选主人碑的时候会关注 因为瓷器都有可能会有一些瑕疵 那么这里面除了大家常见的瑕疵 其中有一类是很有意思 那么这一类实际上叫做西斑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指的部位有一个像铁灰色的这么一个斑点 那么实际上这个西斑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算不算是一种瑕疵呢 说它是西斑的,它其实不是锡造成的 而是铁的氧化物 只不过这个色则类似于锡或者银灰色 而且有点反光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西斑 现在有西斑的地方你摸上去它会有一些凹凸感 所以行内一般也称之为叫吃胎 西斑是怎么形成的 实际上是在清料当中 局部的铁元素含量过高 那么它在高温右液当中达到饱和的状态 烧摇的时候加温结束之后 温度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这个饱和部分的铁元素就开始细出了 所以在这个器物上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斑点 而且一般这种斑点都会在这个落笔 顿笔或者是叠笔的地方出现 而且会形成一些不规则的黑色凝聚物 也有些人管这个叫铁锈斑 但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实际上不是一种瑕疵 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青花的一种美人质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青花主人杯的时候 都会遇到判别这个杯子是气窑烧成的 还是柴窑烧成的 方法就是其实柴窑多半都是以松木为新柴进行烧制 所以在烧制过程当中会产生松油脂 这个松油脂会吸附在胎上 所以一般我们感觉柴窑的右面会比较的肥润 简单的来说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柴窑的青花的发色 青色发色更加靠近里面 也就是所说的胎面肥 还会有一种蕴染的感觉 那么你反观气窑的青花就像浮在表面上 或者说离表面比较近 而且纹饰都比较清晰利落 这个是因为柴窑需要烧着的时间比气窑大概要长一倍 所以我们会感觉柴窑烧出来的质感更加的温润 盐碎更加沉稳一些 气窑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白嫩一些 相比较来说柴窑的烧出来的青花的白底 更加的偏灰一些 这个也是它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其实颜色偏灰的原因也是因为在柴窑烧着过程当中 木材燃烧产生的灰溅 会通过霞拨有一部分窜入到霞拨内 在胎体上形成了一种轻微落灰的现象 所以长时间的高温融合就形成了一种偏灰 那也是最重要的 大家仔细观察柴窑的青花 会发现壁上的气孔大小不一 因为它是燃烧时温度不稳定 那么气窑上的气孔或者气泡 基本上大小一致 这也是气窑燃烧温度稳定的一个特点 如果您喜欢玉秀阁茶谈这个节目 请您多多点赞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